1月26日,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在加速建设中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50个小时没有睡觉 所有人的心愿就是尽快赶走疫情 1月25日,武汉一名定点医院护士高琴表示 他所在的120小组一线医务人员们 本该接触一个病人就换一个口罩 但是他们每天出车10趟以上 只能保证每人每天一个N95口罩 25日,高琴将两名发烧了七八天的危重病人送到医院 医院以没有床位为由拒收了 高琴说,真正的问题是医护人员没有防护用品 这对病人拿着住院证却住不进医院 恰似一个个失控的移动传染源 在距离武汉140公里以外的广水市 除夕夜接诊的护士只有一个口罩 接诊医生也只有一个N95口罩 穿的是普通白大褂 除了呼吸科、感染科与发热门诊 其他科室的医生们很难领到防护服和N95口罩 武汉一家三甲医院外科医生照评说 他们科室22、23号连续发现两个高度疑似被感染的同事 继续结果显示肺部已经像毛玻璃一样了 赵平说,他们现在已经不允许接受被感染病人了 但是他们无法自我隔离 因为那样就没有医生上班了 家是不敢回了,搬到了医院附近的酒店 伴着其他城市的鞭炮齐鸣 还有春晚的歌舞生平 除夕夜的武汉医生挨革境隔离病房互相给打气 只要有我们在,就有你们的健康在 1月26日,武汉移到货并协调运送一批防护装备 紧张情况得到缓解 北京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证实 网传一款抗艾滋药物在临床治疗中取得效果 相关药物在经由储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